所以我们准备说这样一个三个中央的趋势 我们试着把我们研发归上的三个方向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定义 现在定义把所有的市场书保存 这个IP还有这个communication产业 都都都与干预产了一部分 所以我们这一块 我们所谓的这个整个中央 这些都是我们与端运算的一些研发的方向 我们从这个平台开始 这个平台里面 server我们怎么样转型呢 从这个我们去卖server的odm 变成一个cloud data center 我们怎么去做这样一个转型 那我们在看一个端的一些研发呢 要走这个怎么样去配合云端的方向 这个云端的方向 看的方向呢 包括往sync看的方向走 包括它的多样化 好那刚才客长谈到这个vimex啊 或者我们以前broadman的一些一些 运较研发的一些能量 那上台去端的这个环境里面 是需要更多的bandwidth 所以我们过去这些年来的一些vimex这些broadman的基础呢 应该是我们与端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我们在这个我们一些安全的 这个方向的一些研发呢 怎么样在去支持在与端的安全 所以这是broadman的这个infostructure 整个跟云端有关的一些研发的方向 它上面上面的是 在加在上面的是一个种服务 那我们做什么样的服务呢 那我刚才讲了服务创新啊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我们要往这个支持六大生产业 或者这个十大生产业的方向呢 去focus我们的服务的研发 那我们也谈到这个绿能科技啊 那也记得我们刚才那张smart 那里面的tark啊 那我们我们在绿能科技 发展一些重要的方向 包括我们怎么在建筑物上面 来节能检看 包括我们怎么在cadematics的方向 努力啊 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去做smart grid 那这些这些pair 那我们也有一些非技术研发的项目啊 包括我们去remote这个 嗯 车载不动性的一个产业链啊 啊 啊 等等啊 所以在ligo summarize 我们的研发的一些重点啊 啊 那 那原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其他的方向啊 啊 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业者呢 来转型呢 从我们一个 定体的产业呢 可能到 软体啊 还有service 这样的方向呢 是我们 我们怎么样用 这样的infostructure 来支持我们的 六大四星产业 或者十大四星产业 是我们研发 主要的方向 跟研发的重点 那下面呢我是 就是呃 那我从这个云业预算 嗯 讲起了这个 这个我们 这刚是 是解释我们 云端云业的 这个策略 就是 我们 我们觉得台湾的策略 应该是怎么样 那 这个云业预算呢 最重要的 这个 我说它的 呃 它的中心呢 应该是云端的资料 啊 所以 靠 data center 呢 应该是 应该是个 这个重点 那我们现在的 这个 server 产业呢 是做 ODM OEM 那 那以后呢 往云端的方向走的话 那当然 这个 我们也应该 站着这个 云端 data center 一个重要的市场 事实上 今天重要的一些 呃 云端的 data center 不管是 呃 不管是 Google 啦 Microsoft 这些人都没有 这个 data center 里面已经是我们的 Hardware 可是我们怎么样 从一个 ODM OEM 加上一个 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嘛 那 嗯 然后 这里有这个 正常输出这样的 model 是应该我们在 这个 cloud 再加算的一个 重要的方向 那 那 那其实 这个云端最重要的 一块 就是叫做 conference 那 或者说 事实上是讲的 云端的服务 那 那这个云端的model 里面 我们说 下面是infrastructure 中间是 比较上面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新的 一个 一个全新的机会 因为 这个云端的model 呢 让你呢 不需要管下面的 这些 複雜的infrastructure 可以在上面很容易去建 建立新的服务 比如我讲说 这个新的model 呢 有点像我们以前的经营工厂 那 这个经营工厂就是挖动了 tsmc的model 让你呢 可以 不管下面的 怎样去manufacturing 确定呢 不管是做it 比达 同样呢 一段一段呢 上六段的业者 可以不管下面的 超开的一种factor 能在下面提供呢 这个一段的服务 那我们怎么样 嗯 我们的业者怎么去把握 这样的机会 去开发 壮新的 我们的服务啊 我们觉得我们的优势呢 应该是 怎么样跟这个 我们的clines 结合在一起 因为clines 是我们的 强项嘛 不过 嗯 那我们 假定能够 把我们的这个 原端的clines 跟我们的服务 结合在一起的话 应该是非常 一个重要的优势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说 这个 啊 像我们以前的 broadway的这些 investment呢 都是我们 呃 一个 已经有的优势 所以我们把这个 就把这个策略 叫做 c c的四四方 c4 嗯 因为我们觉得呢 把这四个公司价钱呢 就加成这个效果 所以把这个 把它做到c4 嗯 大家也许知道 c4呢 在一个 强力的炸药 所以 我们希望我们的 这个预论呢 就会有报答性的 成长 那我们看下面 一页 这一盘 那 这一盘 谈到说这个 啊 这个啊 我们把装置的 因为我们 装置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我们怎么样把装置 这么的服务结合起来 啊 变成一个优势呢 是我们 呃 研发的一个方向啊 啊 那我们到底要去做的什么样的 服务呢 啊 我们现在从这个 这个六大星期前的 角度去开始呢 啊 啊 我们先在 啊 啊 教育啊 医疗啊 这样方面的一些 那 在这个 啊 在云端 作为 在云端 这个Data Center里面呢 呢 我们也跟 业者合作呢 做 开发这个 云端系统 作为 让我们的 社会呢 啊 不只是 联合业务 联合业务啊 跟我们的 软体结合呢 变成一个 就长不出的加在此时呢 啊 所以提供啊 啊 啊 资料工具呢 呢 这个系列的 啊 呃 呃 呃 那从这个 网络的方便呢 呃 嗯 我们今年的重点呢 是在这个Fental Cell 那这个Fental Cell呢 呃 它是 呃 在 呃 它是重要的一个 把这个 固网跟 virus 的结合的一个 重要的技术啊 那 我们知道我们 这个在FDSL呢 呢 有世界第一的这样的 一个领先那个地位 那我们怎么样 往前走呢 那Fental Cell 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 那过去几年呢 我们在 嗯 在它这个Base Station 方面的软体 就这一些 呃 呃 能量呢 它刚好可以用的一个方便 所以啊 我们进来的 的努力呢 呢 是在开发这个3G 跟1MAX 一样的Fental Cell 那 嗯 TAC的性能呢 应该是可以达到 10个MegaV Per Second 可以制作手机啊 然后 呃 呃 是非常多油画啊 都会让你讲说这个 这个Sweets Wings and Cloud 那 这个 TV呢 你看是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新的 Find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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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们的平台啊 我们开发这个 嗯 嗯 电视上网的系统啊 啊 电视上网系统呢 这个包括 一些呃 这个App Store 这样的技术啊 啊 那我们呢 也成立了一个 一个联网电视的联 嗯 那我们跟 嗯 这个业者呢 很紧密的合作 这个包括我们 这个Service Provider的业者啊 也包括 这些Device的业者 嗯 嗯 嗯 我们跟这个大路上 TCL呢 他谈现合作的 一些 啊 标准的一些 啊 啊 那 帮助我们的业者呢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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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呢 拿着去吧 拿着去吧 那拿着去吧 来吧 来吧